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不等于忧郁症 她是一个而且是大写的人 但是的确我从你的眼神当中 我觉得你这个眼是一种哀奇 哀奇之色 实际是一种感觉 你觉得是吗 不是吧 我觉得是 所以就感觉是DNA里的这种悲凉 所以怎么说 我就想起 你看好像是我还听到哪个女作家 曾经写过一个 就是他们家三代女人都很有特点 对吧 是吧 我好像听说 你们家这三代女人 有的得了抑郁症 有的很该得抑郁症 但是没得抑郁症 有的不该得抑郁症 但是得了抑郁症 现在到了她这儿 抑郁症加淋巴癌 所以就说 三代女性也是中国一部近代史 是吗 我在那个旷野无人里头写了四代 她的书 四代里头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说 我就感到很悲哀的 就是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原型可学习 我觉得就是这每一代 四代的就是这个以上的这个母亲 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像我外 我概括一下 先从最高的那一代说 就是我外婆的这个 我外婆的外婆嫁的是一个举人 嫁的是个举人老爷呢 这个举人娘子啊 她就没有姓也没有什么东西留下 而且这个举人呢很怪 可能已经到了清朝有点往下了 她有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气概啊 她就不屑于去北京 就去做近寺做官 那于是呢 就是她就一直教书 她以教书为荣 那这个呢是默默无闻的 那我估计呢 就是她考这个举人的时候 其实这个 这个她的老婆呀 其实很难熬的 怎么样子 以后又不娶小妾呢 怎么样子又能够活下去呢 而且多少人耻笑她说 你中了举都不到北京去去当官 不是白学了吗 所以这个人可能应该很郁闷 那于是这个穷举人呢 生了个女儿叫喜姑 喜姑呢 她就这个举人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就像姑红明似的 她看透了很多东西 她就觉得 我希望我的孩子 只要高兴就行 就叫喜姑 她特意啊 就觉得中国在变化了 她给她的女儿呢 就特意不找读书人 她找了一个就是 学习那个 就是学习国外的那个什么了 就是懂得那些计算啊 什么的 那是民国时期了吧 那时候你看 我的外婆是一一年生的 那在这之前的 那还是清末 清末 那她找到这个 她就觉得 中国在变 那要找一个就是 这个让她的女儿 能够欢喜的 就没想到呢 这个喜姑呢 就是刚生了三个孩子 她老公就死了 死了以后 这个喜姑啊 她啥也没学会 她也不会当母亲 她唯一的想法就是 怎么减少家里头 吃饭的人口 那于是就把 因为我外婆呢 是属于 就是在读那个中学的时候 英文就很好了 她原来是准备读北大的 我外公是清华的嘛 就我外婆和外公呢 就是我外婆 如果不是突然死了爹 她不会嫁给我外公 她觉得就看不起这个人 我外公的爹 倒是举人以后 当了支县 张州的支县 然后我外婆就很抑郁 她一方面 要把她那个妈安顿好 和两个弟弟 另一方面呢 我外公刚结婚 就去了清华 我这个外公那时候呢 在北京谈恋爱 说是有一个 这个官宦人家的 这个这个女学生 特爱我外公 那我外婆呢 就是属于在那个地方啊 就是哭的那个眼睛 都都都都看不清楚东西了 那所以她这种母亲呢 其实我外婆是属于 她七步就能写一首诗 曹植啊 好假的 女曹植 而且她写的诗 当你当初她的那个举人的那个老祖宗看了 可圈可垫啊 那样子 女才子 后来的你外公清华怎么了 那后来就抗战 这是129 于是我外公呢 就就把他北京的这个 就就就就就回到他的那个江西老家去了 然后我妈妈是33年出生的嘛 我妈妈上下死了三个还是四个孩子 就留着我妈 嗯 然后她下面的成活的都是比她小十岁 你妈嫁给谁人呢 我妈嫁给一个解放军 嗯 然后我妈吧 她就觉得 所以才有了李兰妮 她有点革命的 对对对 前面 你我现在没闹清楚 你外婆得忧郁症了 还是你妈得忧郁症 我妈我外婆都有忧郁症 就全齐活了 三代 这就是DNA 是不是基因了 因为我外婆呀 你这个叫忧三代 忧三代 对 所以我就后来我才明白就是说 我抑郁是正常的 我不抑郁是不正常的 这是基因 但是我很小呢 我就感觉到了就是我外婆的那种 那种忧郁 虽然她也很开朗 也很什么 也很智慧 但是呢 我觉得我外婆就觉得 她她说 可惜我我父亲晚死一年 我就能上大学了 我就能够就是命运就不一样了 才比天高命比纸薄 但我妈那种人呢 又是特笨的是什么呢 我外婆她就不太会当 那你妈过来做什么呢 你爸是解放军 我妈呢当解放军 16岁 你妈也当解放军 我妈是 未成年人呢 未成年可以 最近老说未成年人 我妈是 当年是可以的 我妈呢是觉得就是这种封建的家庭 一定要这个什么什么样 对 然后呢她是上了课就跑出来去当解放军 说这些 我们家几代 都是什么 要么就是中举的 要么就是读书的 书香文章 到了我这一代 我一定要革命 革命 怎么革呢 结果她革命呢 就是那种文工团呢 就是打着快板 在那个行军路上 就像以前那个电影叫突破乌江吧 什么 同志们赶快走 前面就是乌江口 他喜欢干这个革命 然后到了驻地 就什么 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唱歌 那时候16岁 然后说 说那个从江西不是打到广东来吗 说是下着大雨 16岁迷迷糊糊的 说是就抓着他们一个 就是美工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就是比较年纪大的童子 就说 什么叫什么老多啊 毛主席知道我们在这里行军吗 知道我们这么困难吗 说那个老童子就说 知道的 知道的 然后这个16岁的小女逼就觉得 哎呀毛主席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盖革命 神啊 是是不是神 但是后来呢 他真的他是隔了自己一辈子的命 于是他永远处在一种 心惊肉跳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家是在部队嘛 他就总怕他给抓出来 他是接近义己分子 成财问题 因为我外公跟那个 就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赵过相 哦 赵过相 这个问题 这个 然后呢 赵今天想很难理解 有时候我觉得哈 这要是我要出身于这个大封建贵族家庭 这还得叛逆自己家庭干嘛呀 跟这家庭挺好的是吧 到那头人家还不拿你当自个人 对吧 你还是属于那阶级的 不那个时候 他洗脑洗的就是 不是洗脑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社会黑暗嘛 我们叫奔光明去嘛 对 我家庭也是个黑暗嘛 所以那个时候革命是真心的 是真心的 而且没好处的 对 很时髦的 而且真的要跟那些就是风之羞的东西 划清界限的 他们不许我读书的 所以你看他描述了中国女人的那几代的这个 你看出一个 一个是嫁什么人都很重要 对 而且这个老公呢 也代表了中国政治势力的一个演变 对 从乡村到西方的资产阶级 然后到革命党 跟张荣非常像 张荣那个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吧 他讲了他外婆 祖母吧 还是外婆吧 他妈妈 他自己吧 更有意思了 他那个上一代的女人吧 嫁的是东北的一军阀 第二代的吧 嫁的是四川省的宣传部长 共产党的高干 第三代他自己吧 嫁了一个英国人 一个BBC的一个作家 所以就是 汇嫁 这是汇嫁 他们家也不知道是汇嫁 还是不汇嫁 反正结果是三代女人 都没嫁 都得了忧郁症 都没嫁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为财斗力凤凰大视野 清末民初 二十八岁的延西山 出任山西都督 从此统治山西三十八年 直到退守台湾 失去山西 也失去政治筹码的延西山 退隐山林 专心写作 来自山西的护从 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凤凰卫视 独家专访 严家子孙和贴身侍卫 山西王 严西山 国君将领 生平济世 星期一开始 凤凰卫视中完台 这个刚才说到 因为他们家三代女人 都不会嫁 所以到他这一代 嫁人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段子绝孙的想法 对 是吧 跟老公表示什么来着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不会要孩子 我说我坚决不要孩子 我先生就说 说哎呀 结完婚以后 慢慢看吧 到时候再说吧 挺会做谈判工作 我在那个广州 我们有三个女作家 有个张梅 还有个夫妻区 他们开玩笑 说三个绝代家人 就是绝代 绝后代了 那我为 我其实以前 没想得那么清楚 我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呢 而且我做的很绝是什么 我结婚的时候 就开始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 前面三代女人 都活不出自我来 活的就是都在男人的背后 而且活的就是 最后真的下场都很不好 你妈活得很有自我呀 我妈呀 我告诉你 毛主席呀 我妈的那种抑郁症啊 她不是杀自己的 她是动不动就要杀我爹 对 我为什么就是上一次就讲 有一些抑郁症 她要那个发狂的 她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妈 一那个起来 比如说 她有好几次告诉我 她就从那个厨房拿把刀 然后我爸就要跟她说什么 她就会说 你蹬着我 你蹬着我 我劈了你 然后有一次把我爸 就逼到了那个阳台那里 她说她当时呢 就觉得就是 一刀砍过去 就把它弄下去 就了了就好了 但是呢 另一方面她就觉得 她要控制住 她就她就跟我说 那然后呢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总想灭掉别人 我说这样子吧 我就干脆以毒攻毒 我跟你手拉手 谁不跳谁是孙子 咱们跳下去 我妈说不行 跳了的话就太便宜你爸了 你看 是她还是革自己的命 她妈是要革别人的命 对 我那时候就做得很绝是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你看 我外婆的妈也活得很没自我 那个老公一死 一个风车草动 她就没招了 然后我外婆也是 一辈子啊 就觉得我外公没抛弃她 她就已经真是感激涕零 我外婆最后怎么死的呀 其实就是我外公死了以后 她的孩子 就跟她在身边的孩子 不要她 有房子什么的 把她弄到养老院 因为养老院里头 私人的 没人管 她也不敢吃 也不敢拉尿 然后就这么样死掉了 她讲东西啊 其实是有 虽然她的例子很很很特别啊 但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做过一个统计啊 就中国作家里边 女作家啊 她一生的创作 一生的道路啊 都跟她跟什么男人 有很大的关系 哦是吗 对 几乎就可以分成两类女作家 就是说 凡是一辈子一个男人的 一辈子的作品 就是欲结冰青的 就是清纯的 风格不改 风格不改 就谢冰青啊 冰青啊 这个卢颖啊 反正是 人也不多 卢颖还不是 就是那个 林书华啊 等等 欲结冰青 那一辈子 要是有两个 三个男人 那就是狂野 那个作品就非常 叮铃啊 张爱玲啊 萧红啊 对 你看 讲清楚 但你在男作家这边啊 完全找不到这个线索 就他跟什么样的女人 跟她的创作 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关系 到经常跟她的妈有关系 跟妈有关系 但是跟跟她结婚多少次 跟什么人 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所以说女人跟男人的这个关系 对女人的命运的影响 远大过于女人对男人的影响 那你觉得这本身 是不是也是一种女人的近代缺乏自我的表现 我现在是觉得这样子 现在不是说流行什么女汉子 什么 对 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女人 她们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但她潜意识中 很可能她上面三四代的这种母亲都没有很合适的这种真正找到自我 又能够家庭和谐 又能够跟家人和外部世界和谐的 于是呢 她就只能够是 就是发展到 没法补女汉子了 你看我当初八四年代 我八四年结婚的嘛 我那时候就跟我先生提出 我说我们是双城生活 就是我深圳他广州 然后AA就是我不要他的钱 他也不要我的钱 我们各花各的钱 然后丁克 那就已经是做到很这种 男女平等 彻底男女平等 其实我不具备这种平等的 这种条件和这种能力 但你觉得你明明当中背负的一种遗传 是一种未完成的使命 还是一种教训 是教训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太替我的外婆觉得不值 我太觉得我妈妈就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是以我父亲来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我要么就活 活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包括我那个开刀 开成这样 我先生只来 呃 伺候我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我只叫醒过他一次 我擦了好多管子啊 这里还弄了一个 就是把那个血水要流出来的一个 那个塑料管 呃 我包括也没有东西吃 我吃的是那个 呃 那个苏打饼干 嗯 很饿嘛 摸起来黑乎 黑灯瞎火的摸起来 那个尖尖的卡在这里 我也没有教训我先生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是优秀教师 哦 他以学生为重 那我就觉得 既然我都做到这么绝 就是又丁克 又双城又什么 那我就做好了一切的思想准备 啊 那于是呢 我就让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母亲的原型 我认为我外婆也不是成功的母亲的原型 我妈妈也不是 那我肯定也不是 所以我在我这一代 我就要绝后 不要让这种基因延续下去 这也是一种挺极端的一种人啊 咱们去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过去这一百年啊 女人是大大解放了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这个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因为这个人类社会进步啊 真是看不清楚 你看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时候 诺拉出走 今天我有时候觉得 现在的女性就是想找个有钱人 还不愿意出走 对不对 但是其实讲起来啊 女性获得选举权 一问在最先进的国家 就最民主的国家 也只有一百多年 你知道美国 知道十九世纪末期 黑人有了选举权 以后才有妇女的选举权 是 所有的男女平等啊 同工同筹啊 所以女人走到社会啊 也就是这一百年的事情 而这一百年又看不到什么进步 在兵兴他们那个时代 面临的问题 今天全部都存在 而且有些东西 这一直有两种理论啊 到底女人是不是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 是属于女人的 对 比方说你说有选举权 那有人说了 正是因为妇女有选举权 所以台湾选出了马英九 那正是因为妇女有选举权的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总统 因为李国昏明明很适合当总统 但是他没有选上总统 也有这种说法 其实我觉得曾经很早的时候 广东那边开那个女作家会议的时候 曾经有老一辈的说把我们叫去 说想开一个类似女权的那种 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 女作家有时候就觉得不平等了 怎么怎么样的 后来我就很明确的告他 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抱怨 我也不懂什么女权方面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首先我是一个人 而且我呢如果是作家的话 我不是说先是女作家 然后才是作家 所以我说我没有这种 去要怨人家什么的 但是根深蒂固有一种什么呢 还是喜欢有一种呵护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咱们江山人寻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就不会紧张 不会害怕 但是如果我不是曾经去开讲了 我一个人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我一个人其实是会害怕的 所以为什么说 徐子冬 我上次我说徐子冬在我就不怕 因为实际上 可能我虽然那么独立啊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还是一种本能啊 本能 就是需要一种安全感 对 一种呵护 对 一种 回到你讲的这个忧郁症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女的 出来承认自己有忧郁症 或者感觉自己有忧郁症 要比男的要多一些呢 对 它有个统计数字 就是女的的这个得忧郁症的呀 差不多是男人的两倍 但是真正自杀的 而且自杀成功的难得多 是 因为男的一旦 有那个自杀热线的统计 生成自杀的女性比男人多得多 但是最后真正自杀的又是男性多 这个到底是因为女的处于弱势 比较容易得忧郁症呢 还是说因为社会富裕男的有他传统的责任 使得很多男的他根本就不敢承认自己有忧郁症 我觉得女人呢 她有一些她自己固有的情绪特点 这个呢 可能跟这个就是造物主的设计有关系 这不是什么男权女权 就是说人呢 现在能够成为人 你可以用文化呀 重新塑造自己 但是有些非常根上的东西 你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 母性啊 她至少她要承担呢 孕育孩子的这件事 所以你看女性根深蒂固的一点 她特别讲究周围环境 是不是友善 她对人际关系比较看重 因为呢 我觉得大自然的设计就是 她必须要为她的孩子啊 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 你包括她希望一个男人能够可靠 能够什么 对吧 她希望周围的这个 这个你看女人往往啊 提出离婚的女性居多 对婚姻状况难以忍受的女性居多 为什么就是她好像更讲究啊 她周围的人际环境 包括亲人之间 她对这种东西感觉更敏感 也更在意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尤其中国的女人 虽然现在到了这种 他们经常开玩笑 说是阴盛阳衰 说你们女的有时候权力都比男的大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起码我这一代的人 还没有找准合适的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中国女人的合适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就是要和谐 就是你要跟社会也和谐 跟你的家人也和谐 没错 所以我真觉得大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我们现在的妇女啊 有点找不着范 我老是觉得 我说台湾女人有台湾女人的范 对吧 你看大陆女人是什么范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